哈喽大家好我是豹哥 今天我还是在越南的胡志明市 我把小爱约出来谈了一下 关键是昨天 知道他妈妈的一点想法 他妈妈叫他女儿 帮我在这里传达一些他妈妈的想法 主要是他妈妈提了几个要求 一个他妈妈要想生个孩子 第二个他妈妈岁数大了 说学中文学不会 不大愿意去中国 还有一个要想在胡志明 要买一个房子 我想胡志明这个市房价也不低 也相当于一百万人民币 他妈妈提了这么多要求 小爱 你妈妈要教我 要说要孩子 我呢 讲税子大了 我七八十岁了 小爱子还没成年 我想 替小爱子明里 你告诉她 有点想法 我想 他说了他回家 告诉他的妈妈 然后看看一下这个想法 你把个话长一下 我想小孩子 还有一个你妈妈说 不会学中文 我想你不学中文 你妈妈嫁给我到中国 我们就等于是 对这个谈情 我说了 现在母亲说了 你不学中文 所以妈妈说了 我怎么能学到中国 怎么能学到中国 怎么能学到其中文 所以妈妈说了 我所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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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妈妈 但是妈妈不懂得 但是妈妈说了 可能是我小学 我所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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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要想在胡志明买房子 我说胡志明买房子也相当于人民币100万左右 我说也不值得 因为需要你妈妈来愿意嫁给我 我想带你妈妈到中国生活 我认为你妈妈要买房子 我认为你妈妈要买房子 但是在美国的房子很高 我认为你妈妈要买房子 我认为你妈妈要买房子 我认为你妈妈过来 我不逃习房子 我认为你妈妈买房子 我认为你妈妈的东西 我认为你妈妈的东西 我认为你妈妈向中国 他认为你妈妈在东西 那就是这种顾定买房子 她说这个 她的妈妈 也是蒙赏了 也赏来中国 我也在想 买套房子 胡志明的房价不便宜 对吧 我也没有这么多经济 我如果要想在胡志明 买房我也要把中国的房子 卖掉 再拿一个差价 在你胡志明买房子 我会有关于胡志明买房子 我会想要是 我会想有关于胡志明的房子 如果有关于胡志明地 今天有关于胡志明的房子 它会在中国的房子 然后会有关于胡志明的房子 这个房子 因为它联系吗 其实这个房子 根本就很能凡费 你能够打开 然后我们的房子 我会有关于胡志明的房子 我认为不要多 我真的不懂我 媽媽可以明白你的意識嗎 可以明白 可以明白 對 因為我也是 你出來也有這種心理話 讓你傳達你媽媽 有的時候 你媽媽不理解我的意識 對吧 如果我沒有說的話 我沒有解釋你 可能我會說話 你會說話 你把我的意思傳給你媽媽 你告訴他 我突然說話 你發言我的意思傳給你媽媽 你告訴他 我告訴你 你發言我的意思傳給你媽媽 我现在说了 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会认识别人 我说 你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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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对吗 他说他年龄 所以他不合理 他不合理 你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他说什么 你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啊 你会想起来 我曾经会认知你是 你会做 我现在跟你妈妈 交谤了她 你那个不合心 我觉得你 Arrow 你妈妈有找的吗 你会告诉她 如果我跟她的妹妹,她就叫你,她就叫她 她就叫你,她就叫她,她就尋找她 但她就不懂事了,她就叫我 看她看她就不做得,看她就不做得了 看她就不做得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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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能跟她交代了 如果我跟她交代了,她就能解釋它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吧,但是我最好可以说了 我也是想你怎麽想起来比如说你啦 你这样的话都很尴尬了 我说这个问题给你介绍了 我都很害怕 我都很害怕 她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你开玩笑的对吗 开玩笑你不能这样开 我以为我当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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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你以前也说过 也想喜欢中国 你也说过学术大一点 没关系 但是我考虑到我们的观点 不能对吧 我以为是很小 要学术不要做得太小 告诉她 我以为是 我以为你也认为那些人也认为太多 我也想到中国 但我也是很小 但我当时我都很小 所以我现在也想到中国 我现在也想到中国 我同学 好吗 对吧 好了 这样 小爱 我过两天要回中国续天了 你回去把我的意思告诉你妈妈 如果她说学书大了中文学不会 我想我们的这个就很难谈了 如果把她带到中国去 没有很好的交流 就等于是对流弹琴 是吧 她如果想学 学会来我可以考虑 如果我不想学 我们就当做好朋友告诉她 2天后她去中国 她要返回车 后她回到美国 我回到美国 我回到美国 我回到学习中文学 如果妈妈的同意学习 她会订阅 她会订阅 如果妈妈的同意 她会订阅 她明白了 明白了 好吧 这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了 感谢小爱今天把她妈妈的所有的话传达给我 我也明白了 但是小爱她听刚刚开了玩笑 说她也爱上我了 她说还能生个孩子 希望小爱是开玩笑的 不能当真 好吗 感谢小爱们一路支持 谢谢大家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好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